太宰之怎么都没有想到 本来就人间师哥不想活的他 竟还要被大卡车创造异世界重生 只能说生而为穿越者他很抱歉 就在两分半前 太宰之本来还携着情人煽起富荣 来到玉川上水试图投河自杀 两人互相依偎 马上就能够一同结束自己的生命 女子特意在两人手上系了红绳 即使到了地狱 他们大概都不会再分离 可河边怎么会突然出现大卡车 还一下就把他们创造了异世界 一代文豪与其情人就此离世 等到太宰再次睁开双眼 面前就已经是陌生的教堂天花板 他本能地以为 这难道就是死后的世界 而且还是夕阳风格浓郁的天堂 可惜他的猜测秒被打脸 一位美丽的女神官向他款款走来 原来他是被召唤来了一世界 成了一个冒险者 女神官自称安妮特 是降临此地之人的引导者 他承邀太宰观赏这陌生的世界 一条巨龙正好从窗边与他擦肩而过 这片大陆现在已被黑暗笼罩 太宰之所以作为勇者被召唤前来 正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 太宰缓缓消化着这些信息 也就是说在他殉情失败之后 竟然被转移来了一世界 可知晓情况之后的他 却并未如安妮特想象一般高兴 而是满脸苦笑 本来安妮特还想着要向他解释 他被召唤来此的使命 可以转头太宰却只想要吞药自杀 这阵仗 就连身经百战的女神官也没见过 他连忙施展治愈魔法 才好不容易救了男人一命 结果太宰还一脸嫌弃 谁让他多管闲事 他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殉情之人 有了赴死之处 什么拯救世界的使命观他何事 就算被救回来 太宰仍在偷偷往嘴里塞安眠药 这一粒一粒可都是他的小可爱 安妮特实在急了 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被选招之人 但太宰文言却冷冷一笑 有谁问过他的意见 完全就是那辆一世界抽选卡车的一厢情愿 可是在安妮特看来 这可是旁人求之不得的重生机会 这辆卡车会选中在原世界过得不幸的人 并将其传送过来 开启崭新的人生 这可是他们世界备受欢迎的转生业务 太宰之所以会被撞碍 只能说明他在原世界过得很不幸 这话说的倒是没错 只是他们却正好打断了 太宰此生最为幸福的殉情时刻 他最不稀罕的就是什么重获新生 不如说就连前一个人生 他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结束 女神观一脸猛逼 殉情难道不是被逼无奈自暴自弃的做法 在这人嘴里怎么反而像是赐福 但擅自断定一个人不幸与否 在太宰谈来实在是过于傲慢 安妮特越来越傻眼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心求死之人 可是既然他来到异世界已成定局 那安妮特也希望能燃起他的干劲 按理来说每一个转移者 都应该拥有逆天的数值和技能 可等他打开面板一看 太宰简直就弱得不像话 生命值只有一点 身上甚至还全是安眠药的剧毒 这家伙脆皮的 大概风一吹就会死掉 安妮特仍不死心 又点开了技能面板 可照样什么也不是 这下就连他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卡车送错了人 或是出了什么奇怪的棒 这下他也没法再劝人家打起精神 反而从心中涌起了一股同情 他本能地抓住了男人的手腕 现在他反而开始担心 太宰会一出门就死外面 他现在并没有在这个世界 生存下去的才能 所以也没有待在这个世界的资格 可太宰文言却露出了微笑 果然无论是哪一段人生 他都是这样的人间师哥 没想到即使到了一世界 还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安妮特一听这话当然难受 他更想让太宰暂时留在这里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去送死 现在门外可全都是魔物四面 但这偏偏就是太宰心中所愿 他想要的一直就是个赴死之处 安妮特被他萧索的身影深深打动 他真的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曾经的安妮特 也是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 一直都以迎接意识之人的工作为荣 但这克服的活真是越做越自闭 随着时间推移他封闭了自己的心 每次遇到新的转移者 也只是不停重复着机械的台词 无脑地进行附和 可是与太宰这个特别之人的相遇 却令他的心久违地开始跳动 他连忙再次追了上去 而男人只是回眸一笑 表示作家就是他的天职 在那道光芒缓缓闭合之际 安妮特的好感度被彻底刷爆 他之前的人生 大概都是为了等待太宰的到来 而走出教堂的太宰刚到路口 便迎来了迷路的大难关 为了缓解压力 他又开始不停啃着安眠药当做小灵石 结果不知为何 他突然就开始获得经验值升级 系统内的机械声音 非要在他脑中疯狂响起 搞得他偏头痛都要烦了 吵得他更感觉想死 但旁边女孩的尖叫声更吵 还伴随着一棵大树轰然倒下 原来是一只猫耳娘 正被绑在树上捣触手 这个死亡树妖 会吸取猎物的生命力 可尽管有猫耳娘在面前大放福利 太宰智却依旧不为所动 只觉得一世界的女孩 既有精灵耳又有猫耳实在有趣 更重要的是将死的女性十分之美 而她只顾着想以此为素材写小说 完全没有想把女孩救下来的意思 还得是女孩开口求救 她才慢吞吞走到树下慢吞吞伸手 又在发现够不到之后秒速放弃 猫耳娘从没这么无语过 难道蹦打这两下就算她努力过了吗 结果不止如此 下一秒太宰也被勒了脖子 看起来感觉会比她死得还快 但这像吊声一样的树枝 反而让太宰爽到 这波怎么不能算一起殉情 猫耳娘看着她不靠谱的模样彻底绝望 很快她俩的生命力就都会被吸收殆尽 可女孩越这么说 太宰就越觉得高兴 她已经开始满脸安详地迎接死亡 这身体渐渐无力的感觉 实在让她非常享受 接着她就再也不动 给猫耳娘吓了一跳 但可惜到最后死的并不是她 而是胆敢吸她的死亡树腰 直接被她体内的剧毒整个侵蚀 结果太宰吃的安眠药效果 全都跑到了树腰身上 原来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吗 太厉害了 猫耳娘仍对这劫后余生感到庆幸 可太宰却表示十分遗憾 她怎么就连自杀都做不成 系统还在持续运作报告升级 没想到这声音猫耳娘也能听到 她这才明白太宰杀敌的原理 什么异世界蝴蝶人 把毒埋在身体里让对方吸收是吧 女孩当然以为太宰是在故意伴猪吃老虎 可天知道她真没那么想过 只能忧愁地又点了支烟开始叹气 看来她的复死之地仍然遥遥无期 神明真是爱开玩笑 为何每次都只有一心求死的她可以幸存 她可是已经自杀失败了五次 结果这条命却到了现在仍在苟延残喘 猫耳娘也是头回看到这么厌世的人 但她还是救了自己一命 作为道谢 女孩决定邀请她去自己家做客 顺便询问起她的名字 太宰只淡淡地表示可以称呼她为老师 结果这短发女孩与自己牵手的场景 默然让她回想起了红线那端的小气 果然只有她才是最理想的殉情对象 两人当时是一起被大卡车窗飞 那她应该也一同来到了一世间 这下她总算有了点活下去的动力 她一定要找到小气 继续那未尽的殉情 至于猫耳娘的自我介绍 她压根就在没有心思听 满脑子只剩下小气 只能说不愧是传说中的文豪魅魔 亏此时的安妮特还在为她心碎 女孩本来还在向神明祈祷 希望太宰平安无事 并许愿两人再次重逢 可这愿望竟然下一秒就得到了实现 教堂的门再次敞开 眼前赫然就是她现在最想见的人 安妮特激动地想要飞扑过去 可她身后怎么还又跟了另一个女人 明明时间才刚刚过去两分半 结果她不止身边跟着个新女孩 口中询问的还是另一名女子的行踪 安妮特的心从两半碎成四半 但她确实没有小气的线索 可既然太宰决心要踏上旅程 那她肯定也要跟上 不想继续在教堂中默默祈祷 猫耳娘仍然想指引太宰前往她家 但在此之前 可以先去前方的城镇看看 而安妮特严厉制止了两人的牵手行为 怎么可以光天化日之下拉拉扯扯 被手杖狠敲的猫耳娘委屈不已 但她很快就明白过来 眼前这个女神官肯定是喜欢太宰 那安妮特肯定没法坦率承认 只表示她作为圣职者 有义务保护太宰这位弱小的转移者 而猫耳娘却只觉莫名其妙 太宰可是她的救命恩人 作为转移者她明明就很强大 一下就干掉了那个死亡树妖 哪里能和弱小扯上关系 这下轮到安妮特傻眼 明明太宰的数值就悲惨得不像话 本来她还以为 太宰没了她肯定就寸步难行 而且只是两分半不见 这两人竟然就缔结了救命恩人的牵绊 令她不由地狂吃飞醋 不过太宰并不想理会她俩 而是安心地找了个玫瑰棺材进入睡眠 谁家好人能拿着玩一档床睡 临睡前她还随便给猫耳娘起了个名字叫小玉 反正她也没兴趣知道她真正的名字 被叫到本名的安妮特 这下总算将了一军 更想继续宠她 身为女神官 竟然甘愿成为拉棺材的车夫 看来让她自己走路是不可能了 只能由她俩任劳任怨 到了王国才把她的棺材板掀开 等太宰再度睁眼 面前便是美丽的夕阳 不愧是她从未见过的异世界景色 二女决定先带她去城堡里拜见国王 一听她是穿越者 国王很高兴地带着公主前来接见 还邀请他们入住王国的宫殿 不过相应的她也有一个要求 她最爱听旅行者的故事 能讲一个来给她取乐就是最好的 结果太宰当机阴森地回答 瞧给人家国王下的 安妮特赶紧转移话题 夸奖起公主夏洛特的美貌 国王一听夸自己女儿好看 那肯定是硬承下来 最近他确实也有个关于女儿的烦恼 他极着想让女儿结婚 但目前却有两位候选人 其中一位是英勇善战的骑士 另一位则是潇洒浪漫的营游诗人 由于愤怒魔王的影响 近来魔物们行动活跃 国王自知年事已高 想让女儿赶紧嫁人 定出下一位国王的人选 不过这一文义武究竟该选谁 国王实在难以抉择 二女对这种八卦故事当然颇有兴趣 但太宰却无聊地开始嗑药 国王兴致勃勃地想参考她的意见 究竟该选哪个呢 可太宰却当机回答她不知道 这可是关乎公主未来的幸福 怎么能让她一个陌生人来选择 这是怎样的暴君作为 简直就是国王师哥 虽然作为人间师哥他也没资格说 他倒是潇洒地转身离去 但却把国王批评得瞬间释话 最后只好是剩下的两人 庄孙子替她疯狂道歉 这个平易近人的国王 倒也不会对此多加怪罪 但凝望着那寂寥的背影 公主却仿佛心有所感 虽然在棺材里睡得挺好 但一到了豪华大床上 太宰反而陷入了失眠 看她那严重的黑眼圈也能知道 她几乎从来不能安心入睡 那望月四顾人的模样 终于令安妮特忍不住问出 老师和那个小齐到底是什么关系 可还不等太宰回答 一条猫尾巴便从她被窝里钻了出来 为什么这只偷心猫 会在太宰的被窝里 当着她的面眼都不眼了 理直气壮开始偷情是吧 但小玉也有话说 他们猫猫就是容易冷 吸一口人怎么了 两人当场争吵起来 而风暴中心的太宰 却施施然起身离开 这下更睡不着了 她来到走廊 原来公主一位请 见识她过来搭话 夏洛特有点心悉 于是便与她一起月下赏湖 不过看到这一幕美景 太宰的第一反应 夏洛特哑口无言 不由地怀疑她的精神状态 这人原来已经忧郁到想要资金了吗 但在太宰眼里 反而是夏洛特满脸的忧愁心事 其实白天时她就表现得很明显 她根本抉择不出两个未婚服 那个骑士能力出众 最近深受国王赏识 但营游世人却又是她的青梅竹马 总会在她难过的时候创作兴趣安慰 这种选择要她怎么做 可在太宰眼里 问题根本都不出在这 只能说公主是个很重孝道的温柔女孩 关于这种人生的议题 她自己当然也是屡屡不顺 甚至曾经多次自杀或殉情 给家人带来过很大的麻烦 但即使如此 她也从未将人生的选择权 交给过其他人 究竟应该怎样做 难道不该由她自己决定 她真正想要的只有她自己知道 应该多问问自己的内心 月光映照在女孩的脸上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她说出这样的话 于是等到第二天赵剑时 国王惊喜地宣布 夏洛特已经决定好了结婚对象 他们几个正好可以来当个见证人 二女都很好奇公主究竟会选谁 随着国王一声令下 让夏洛特走到她选择的人面前宣誓 公主缓缓走下台阶 但她冲着的方向 却不是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除了当事者两人 其他在场人是全部傻眼 安妮特更是直接晕倒在地 但这却是夏洛特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她思考了一夜太宰的话 也再次审视了与那两人之间的关系 迎游诗人的确会在她沮丧时过来安慰 可仔细想想 就算她不沮丧时也照样会过来 昨天晚上她俩谈心时候的BGM 也是这诗人自配的 或许她只是想要个新曲的听众而已 至于另一个骑士更是不行 国王实在绷不住 命令女儿不得胡闹 现在必须得选个结婚对象 但夏洛特却终于勇敢地与父亲呛声 她压根就不想结婚 可根本就没人问过她自己的意见 除了太宰以外 从来就没人真正尊重过她的想法 国王被说得哑口无言 而被再次握住手的太宰 也露出了饶有欣慰的表情 可就在此时 被指责为太大的骑士突然破防 人家公主只是感觉她薰原 可没想到这波却是真敏锐 因为这骑士的真身 竟是个魔兽牛头人 作为愤怒魔王的手下 他潜入近来成为骑士的目的 当然就是窃国并奉送给魔王大人 本来她还在感慨 居然因为气味而被识破了真身 可夏洛特却是一脸猛逼 本来她根本完全不明真相 什么自爆卡车 这下牛头人更破防了 既然计划败露 那她也只能采取强攻措施 正好把国王公主全杀光 这时的小玉 还在疯狂地呼叫睡美人安妮特 怎么这还一倒不起了 仅有的几个卫兵攻向牛头人 而他们当然不是对手 眼见她还要向这边冲来 小玉吓得呲挖乱脚 赶紧带着安妮特逃跑 不过把她放下后 小玉也有些恼怒 真要打那她也不是不能奉陪 隐游诗人又开始忍不住唱曲 没想到这位的等级意外的高 小玉本来还以为 那她肯定会什么王牌辅助技能 但却根本无事发生 只有太宰完全沉浸在了美妙的新曲中 小玉真傻眼了 经常由于过于正常 而和你们格格不入 最后她只能伴随着 引游诗人的奇怪背景音乐 开始猫牛相争 几招之下 猫娘的脸就被牛角划出了一道血痕 但她却丝毫不肯退让 可没想到就在这紧要关头 太宰却突然牵着夏洛特的手出声 主动请求牛兄把他俩先杀了 毕竟他们的愿望本身就是殉情 还能顺便给牛兄再加两个人头业绩 这可是从愚蠢父亲的束缚中 好不容易解脱出来的小公主 第一次凭借自我意识选择的殉情愿望 还请牛兄不要客气 国王彻底被这渣男发言所震惊 而牛头人对此当然是求之不得 居然还有人主动找死 等到把他俩干掉之后 他还要杀掉国王烧毁城镇 把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杀了 夏洛特越听越不舒服 而太宰则是继续激将法 表示这都无所谓 反正他们都已是将死之人 女孩的赴死之心很明显开始动摇 但这次太宰却坚定地握紧了她的手 眼看牛头人就向着他们急冲而来 太宰文言却露出了微笑 其实这才是她内心真正的答案 她果然是个内心善良的温柔女孩 不过作为她的殉情对象来说 看来夏洛特还不够格 说完她便伸手将公主推开 至于自己则直挺挺地站在原地 公主的眼中顿时一满惊恐与绝望 但既然是太宰遇险 安妮特自然是立马醒来就场展开光盾 只要她还活着 就不会眼睁睁看着太宰死去 至少这一波牛角冲撞 她是防了下来 小玉感动不已 果然有个神官队友还是挺靠谱的 那进攻就交给她吧 最后她一个猫猫拳 就把牛头人轰出了城堡 没想到最先享受到头湖的 竟然是这牛头人 注意到一旁的女孩 小玉这波终于向她坦诚道谢 而安妮特也微微勾起唇角 还好有他们的互相配合 这次才能战胜敌人 眼看着珍贵的友情萌芽 迎游诗人又开始了 只能说反而是破坏气氛第一人 而夏洛特则是走到了 那墙壁的破洞之前 国王剑刺赶紧狂奔而来 开始吐下座向她道歉 直到这次的事情发生 她才意识到 之前她错得有多离谱 结婚这件大事 怎么能不问当事人的意见 就和太宰说的一样 她不但是个失格的国王 更是个失格的父亲 只希望女儿能够原谅她这一回 望着这样的父亲 夏洛特怎么可能责怪 只希望他们父女两人 今后可以多加沟通 无论是彼此之间的事 还是国家的事 望着这父女之间的治愈一幕 太宰也不禁露出了微笑 不过很可惜的就是 今天的她也没能死成 至于夏洛特之后的打算 那当然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女王 谁说她非得结婚 才能找人继承王位 这次才真的是基于她自身想法 所做出的选择 而太宰三人则是继续踏上了旅途 这次的经历也让太宰感慨良多 将死的女性固然美丽 但靠着自己双脚站起来的女性 也同样美丽 小玉实在受不了一直拉车的待遇 好不容易到了休息时间 她总算是能松口气 而棺材里的太宰 简直是软饭硬吃的典范 不但拥有豪华作家 甚至还想翻来张口 结果都这样了 她还要挑挑拣拣 安妮特见状也并不生气 反而更加努力记录着她的喜好 你就宠她吧 看地图规划路线也都是安妮特负责 他们最后的目标是小玉的家 但途中最好能去一趟路上的教堂 毕竟一般情况下 异世界人都会到达世上四教堂中的其中一座 再从那里出发前往魔王的城堡 如果太宰的目标是找到小琪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各个教堂搜集资料 她置身于危险之中 小玉瞬间露出了八卦的神情 这简直就是真爱 安妮特当然不肯承认 只是在她对工作最绝望时 是太宰给了她光明 所以她也希望能反过来成为太宰的力量 但小玉打出了暴击 就这还不肯承认喜欢 真是浑身上下只有嘴醉影 小玉觉得这姑娘还是有点可爱 既然这样她也不介意顺手帮忙 可安妮特一听却并不敢动 小玉这才明白 这家伙其实是想要二人世界 不过安妮特都已经辞职跑路 怎么还能回到教堂 安妮特本来对此并不担心 毕竟沿途教堂的祭司是她的好友 再说她有正当地让屎魔递交过辞城 应该问题不大 可话音未落他们才发现 出来抽烟透口气的太宰 正巧就被她的屎魔牢牢咬住 两人赶紧把这个脆皮男救下 而且更搞的是 辞城她也根本就没怂 这下安妮特彻底傻眼 你说说这家伙究竟能干什么 看着被赶走的屎魔 太宰却一脸地感兴趣 甚至用她的作品名 给她取名为梅洛斯 梅洛斯立刻开始高兴地转圈圈 而太宰则再次能量耗尽钻回棺材 安妮特本来仍在深受打击 但梅洛斯却突然开始应激反应 两人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 一条巨龙便猛地降临到了他们面前 这可是世界上最强的魔物 二女都被这变故搞得大惊失色 身后更是有一名黑袍女孩突然现身 并用她们听不懂的语言安抚着巨龙 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驯龙高手 眼前这一幕简直就像做梦 女孩也并没有解释的意思 反而催促他们快点离开这危险之地 她看着两人拖着棺材 还以为他们中已经有了伤亡 但活生生的太宰却突然从里面窜出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开翻 二女赶紧对女孩解释原委 表示她是个奇怪的意识戒人 可听了这话 女孩的眼神却瞬间变得凶恶 掀开衣袍就发出了猎杀宣言 异世界人全都该死 关键时刻还是得靠神职者的光盾 不然这波怕不是要光速团灭 这女孩的力量太强大了 本来二女还想着 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太宰 可下一秒女孩只是一个眼神威压 就让她们很难再站起身 她胸前的标记 更是让安妮特大惊失色 那代表的不正是愤怒魔王 这时太宰终于缓缓起身 怎么能让妹子们为自己出头 既然女孩只想杀一世界转移者 那只要把她干掉就行了 和其他两人没有关系 她本就是个渴望赴死之人 可以随时站在这任她动手 女孩从未见过这么离谱的愿望 那她也不介意满足一下 一个手刀下去 太宰便真的重伤倒地 望着这遍地是血的惨状 二女再也无法支撑倒了下去 但太宰却并未当场死亡 甚至还捂着伤口再次站起了身 她能感觉到 女孩杀她的手法里有着浓浓的愤怒 其实她也曾经愤怒到想要杀人 更是给对方发过恐吓信 她自认为可以理解女孩现在的心情 在杀她的时候 女孩的眼神中不知为何充满悲伤 比起自己活命 她更想知道她这种情绪的由来 女孩被聊得一愣一愣 赶紧骑龙离开 伸手扶着脸上被沾到的血迹 之前她从未遇到过这种人 最后还是梅洛斯变成了飞坦 拖着三人来到了安妮特好友的教堂 眼看太宰的伤势 女人连忙召集牧师开始诊治 不幸又万幸的是 她还是没死成 又在刚恢复精神的情况下出去买毒药 店主真的很怀疑她是在碰瓷 可不知为何 她越想死就越像有不死体质 就连女神观看了都大为震撼 总觉得就她完全是在浪费医疗资源 那安妮特肯定还是得给之 她再次感谢了好友 并向对方询问了小琪的信息 可惜事情果然不会那么简单 小琪并没来过这个教堂 比起这个一下其实更在意 安妮特为什么突然辞职跑路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 但这和异世界人突然说走就走的旅行 实在让她有点难以置信 转移者基本都会被赋予神力 本身都该肩负起击败魔王的职责 但他们经常都会为了一己私欲使用能力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话音还未落 一个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异世界rapper 就来到了他们面前 一下无情转身 看看他们都是什么德行 怎么能和他们一起旅行 男人为了引起注意 甚至开始当场撒币 给一下搞得更加无语 可惜安妮特实在是执迷不悟 只说老师和其他人不一样 但这话每个恋爱脑都会说 一下一眼就鉴定出太宰是个堕落型渣男 绝对会把安妮特毁掉 可女孩仍然非常坚持 是老师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已经不可能再放手 说着软饭男太宰就现身说法 超理直气壮的过来要钱 这场面都给一下看傻了 这不是已经开始堕落了吗 安妮特到底为何如此死心塌地 他的能力难道有什么惊人之处 可安妮特当即表示 老师压根没有超能力 即便如此 他却仍然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从愤怒魔王手下保护两人 这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可依下文言却露出了惊恶的神情 愤怒魔王不是早在一周前便被讨伐了吗 这下轮到安妮特愣住 那他们遇到的那个又是什么人 此时的魔王城 黑龙正在嘶吼 王座上已经迎来了新的主人 几人露狱的那名少女 其实是魔王的女儿 怪不得她会那么恨一世戒人 不过此时的二女还不明真相 小玉也是刚知道魔王已死的消息 但有谁听到和平会不高兴呢 不过如果说魔王一周前已被讨伐 那这就很奇怪了 太宰正好是那时候才来到这里 那他被转移过来岂不是真就毫无意义 这时的太宰正好在疯狂思考 卡文的感觉 比他的异世界失格之旅还要难受 想死的心都有 都想好了该在墓碑上客什么一言 本来他是想记录下 穿越至今为止发生的一切 但却卡文的令人绝望 安妮特没想到 老师竟然会记录他们的传绩 可谁知太宰却打出暴击 真正让他有创作欲望的 其实是陆玉的那个女孩 果然还是危险的刺激最好用 小丑近在我身边 但安妮特还是那样越挫越勇 也许出门多看看新鲜事物也能有灵感 正好他也有点东西想买 结果太宰就被套在了巨型铠甲之中 只有这样安妮特才能放心 这操作都给小玉看猛了 但安妮特却理直气壮 只有这样的太宰才比较有安全感 他已经受够了随时被人袭击的日子 更不想再看到老师受伤 小玉精准吐槽 随时穿着这玩意 不是才更容易被压出问题 可这种窒息的玩法竟然还让太宰有点喜欢 安妮特决定就把他放置在这 两个女孩接着就去继续逛街 太宰突然就变成了街上的著名景点 把路过的一下吓了一大跳 太宰开始主动找他搭话 越看着他身上的装装渐渐 一下就更觉得这人不靠谱 给你一百万赶紧离开安妮特 在他眼里 安妮特是个很容易亲信他人的纯粹女孩 在和异世界人一起行动 肯定会被骗得体无完肤 如果太宰还有点良心 就该赶紧和安妮特好聚好散 但太宰肯定是不为所动 这是唯一需要参考的就是本人的意志 其他人都没有发言权 安妮特是人又不是龙中鸟 一下不该对他有这么重的占有欲 但即使他这么说 一下仍然对异世界人没有丝毫信任 他们克服见的人多了 果然又马上有人来现身说法 这种傲慢黄毛 一看就是那种穿越来的炮灰人渣 他当场走上刀台向民众们炫耀 刚开始他宣道的确实是好消息 一听愤怒魔王已被异世界人打败 众人都随之爆发出阵阵欢呼 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毕竟在黄毛看来 作为英雄的异世界人 就该成为下一任统治者 现在就应该开启大勇者的新时代 什么屠龙者忠诚恶龙的歪理 亏那个撒臂男还在旁边不停捧臭脚 人们都被这急转直下的状况 搞得一脸茫然 而小玉也非常不满 他以为自己是谁 这么大烟不惭 这时撒臂男却突然指认 就是安妮特这帮人曾对他出言不逊 台上的黄毛立马就要给他撑腰 他当场就俯上了安妮特的头 想让他变成一个乖孩子 这黄毛只是上去摸摸头 就能让其他人催眠恶朵 变成他操纵下的奴隶宠物 什么逆天的牛头人本子圣体 还好太宰每到关键时刻都能支冷起来 终于第一次使出了点蹄的勇者之力 眼看安妮特就这么被其他人下手 小玉火冒三丈 可撒臂男嚣张得很 黄毛的能力就是洗脑奴役 小玉很想暴力让他们解开 可很快自己也惨遭重招 看着两只新宠物 黄毛满意极了 果然无论什么种族 都逃离不了他的掌控 就因为都是这种逆天 才让依下对异世界人如此反感 他们从不用得来的勇者之力 讨伐魔王守护人民 而是只会为一己私欲牟利 这帮异世界人 本是因现实过得不幸 才会被召唤过来 但最后大家发现了 这种人受的苦难 其实配得上他们的人品 眼看依下过来出头 阵迷们也开始反抗 但黄毛当然立马就驱使魔兽镇压 在与黄毛出见时 依下也曾称他为勇者 可现在就只剩一具 无可救药的混蛋 黄毛就爱看他这副 看不惯却又干不掉他的样子 还想征用依下的教堂 成为他全新的城堡 魔兽在城里大肆破坏 小玉也同样成为了帮凶 竟然开始用猫猫全息向太子 安妮特买下这铁桶 还真是有远见 不然又怎么让太子 如此固若惊汤的在里面摸鱼 最终小玉还是把盔甲一掌挠开 但自己也被反甲震倒 太子顺手就把猫猫垃圾分类 此时依下也正好被打飞到了他身边 太子的情绪稳定的可怕 仍然一脸淡定的打招呼 依下向他控诉 这就是他们异世界人干的好事 一旦到这边手握强大力量 人性的贪婪就会让他们失去控制 反过头来残害他人 黄毛刚穿越过来时其实也挺正常 他曾经寡言又软弱 可不知何时却变了模样 太子听到这些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沉重 而是灵感大爆发 甚至开始疯狂记笔记 他就爱听这种黑暗的故事 有预感能以此为原形写出杰作 一问到黄毛正在教堂 他立刻开始动身 一下早就听说过他并没有天赋技能 这样岂不是白白送死 于是转身向活海走去 一下连忙跑来跟上 这男人真是没有一根头发丝能让人放心 他压根没法想象 太子究竟打算怎么和黄毛对抗 眼看太子掏出了一瓶毒药 一下作为正常人思维 肯定以为他是打算用在魔兽身上 但这可是太子 想也知道他会直接自己喝掉 一下瞬间哑口无言 本来他还艰难想着重整旗鼓 要不从后门突入 可太子已然直接打开了正门 只能说真不愧是你 一下对一世界人不靠谱的刻板印象 又增加了一笔 此时的黄毛正在里面凹造型 而太子一边淡定打招呼一边手不停 礼貌地询问 能否以黄毛为原型写一本小说 说实话黄毛和撒臂男一时都猛了 怎么还有作家上赶着给他写传记 但很明显太子的文风不是如此 而是华丽的人性堕落风 他这次要写的 正是堕入贪婪与权力之人的末路 黄毛很明显会是一个好素材 连傻子都能听懂这不是好话 黄毛二话不说便召唤出一群魔兽 眼看男人仍然只顾着血 毫无防御之意 一下只能赶紧挡在他面前 但很快便无以为己 只能用魔杖拼死抵抗 黄毛再次下令让魔兽们喷火进攻 可太宰却仍然毫无反应 关键时刻竟有个悬浮的盔甲头现身 帮他把攻击全部反弹 定睛一看 原来是借了盔甲的小梅洛斯 安妮特这盔甲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尽管小喽啰魔兽已经都被打败 但黄毛斯毫不慌 毕竟他还握有一只底牌 这巨狼咬谁谁死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不是巧了吗 太宰的设定是谁咬他谁死 谁说自己喝下去的毒派不上用场 隔壁蝴蝶忍直呼内行 依下只能目瞪口呆 原来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吗 太厉害了 撒臂难见是不妙转头就跑 不过黄毛当然还有后招 他一直都故意把安妮特 留作最后时刻的王牌 面对被控制的挚友 依下根本不知该从何下手 但被操控的女孩 却已经拿着匕首冲了上来 依下现在只想撤退 但太宰却志得一满地停笔走上前来 他并不认为安妮特已经完全没救 黄毛只觉得他在口嗨 毕竟至今为止 还没有任何人能破除他的技能 安妮特必将一生都是他的奴隶 可太宰这句话已经说厌了 他的人生只能由他自己决定 旁人对此都没有发言权 他最为清楚安妮特并不是龙中鸟 而是名副其实的人 女孩握着匕首的双手 肉眼可见地颤抖起来 黄毛恼火地再次下令 他的手也只能再次不受控制地高高举起 安妮特曾经受困于那个黑暗的牢笼 是太宰这道光照射进来 才让他鼓起勇气迈出了脚步 最终他一刀落下 却是宁可扎在自己身上 也决不愿伤害太宰 他终究是依靠自己的意志 脱离了敌人的掌控 太宰以他为傲 这才是他该有的模样 一下赶忙上前为他疗伤 果然就如太宰所说 女孩的纯粹并不是弱点 相反他的意志十分强大 至于黄毛 则是不管有多大实力 意志其实还是那样薄弱 一旦技能被破除就当场破防 他知道自己所有的手段都已失败 只敢懦弱地试图自杀 可太宰怎么会允许他奖励自己 小说还没写完呢 他还盼着黄毛好好说说他自身的故事 黄毛瞬间便沉入了难以启齿的回忆 曾经的他也是个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总会被迫成为他人的宠物 这也是他来到异世界后 得到这份能力的原因 他当年就无数次想死 可是胆怯的就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 就连路边的罪汉走过都能踹他一脚 而就在这时 异世界大卡车把他送了过来 当时迎接他的正式一下 被称呼为勇者受到尊敬 这是他从未想过的鼓励和待遇 拥有绝对服从这份力量的他 一开始本来也是在兢兢业业打魔物 可很快他就发现 他仍然是这个异世界的异类 城里的人其实对他并不客气 但现在的他不像过去那么弱小 已经可以随便使用力量教训他人 就如太宰所说 他是一个突然得到彭大力量 而陷入贪婪无底洞之中的人 被欺凌惯了的他 心中怎可能有什么拯救世界的大碍 他也并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他确实不是好人 而且内心一直都这样软弱 这样的忏悔路更加让太宰兴奋 他的灵感完成了 这个悲惨的男人 尽管希望能成为一个英雄和勇者 找到自己在世上的容身之处 最后却反而弄巧成桌变为恶鬼 他愿称这篇文章为勇者诗格 他很高兴自己不在塔文 但很可惜这仍然不是一篇杰作 直到这是神官女孩们才知道 这点提之作便是他的能力 魔法阵散发着蓝光缠绕住黄毛的身体 这是传送的力量 太宰来到这异世界的目的 原来竟是要在魔王消亡后 把异世界人送回到他们本该在的地方 安妮特连忙打开太宰的面板查看 现在的他 果然觉醒了个直笔写作的技能 原来他的才能并非是为针对魔王 而是被激活在了遣送转移者方面 率不过两秒 太宰就再次节能模式倒在地上 但为了写出杰作 他还想继续找人触发灵感 说着又拿了颗安眠药当小灵石 其实他还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的能力本质 不过这次就连依夏也在不敢小瞧他 黄脑被送回原本的世界 外面作乱的魔兽全都转身离开 被垃圾分类的猫猫 也终于能从铜里钻出 作为拯救镇上的报酬 依夏还特意给太宰 换了个豪华的棺材作假 这下又给他爽到了 依夏已经懒得继续吐槽 只想把安妮特叫到旁边单独谈谈 从太宰的技能中 他看出了对方真正背负的使命 而与此同行的安妮特 接下来也肯定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 不过经此一役 依夏已经不会再去老妈子式的阻止 安妮特已经向他证明了 自己的坚强和决心 两个拉车女孩再度出发 就在几人分道扬镳之后 依夏参与了惯例的主教集会 其中第三教堂的主教是个酒鬼精灵 总是看不起二人 而第四教堂则是唯一一个 并不是精灵族的哥布林主教 他俩总是很不对付 今天果然也是见面就开吵 还得是沉稳的舒基清安辅助场面 让他们依次汇报一下各地区的情况 这是一个陌生的小姑娘突然传送进来 还刚出场就摔了个结结实实 原来她就是顶替安妮特位置的接班人 第一教堂的新任主教亚利亚 作为刚上任的新员 她开口就表示 自己的辖区没什么特别情况 可那边的公主夏洛特 明明就在最近才刚继任女王 女孩顿时一阵慌乱 她完全给搞忘了 实在让人很难觉得她靠谱 还好其他两位对她都很宽容 也都接连报告了没有异常 至于依下这唯一一个经历大事的人 当然是好好报告了一下黄毛一事 舒基清陷入沉思 实际上今天的一项重要议题 就是讨论该如何处理这帮转移者 在愤怒魔王被击败的现在 本来教皇已经放下心来 决定封印召唤大卡车 可没想到即使魔王已死 麻烦也并没有停止 那帮看似是击败魔王英雄的转移者 现在却已然自己占领了魔王城 宣布要开启属于他们的统治 这也就能解释 之前黄毛为何敢如此嚣张 他一直都将异世界的转移者们 视为天使和救世主 谁承享屠龙者却忠诚恶龙 他们赫然已经变成了昨天的恶魔 现在的教会不止要与转移者们为敌 还要注意那位幸存的魔王女儿 这群带有逆天能力的异世界人 一旦成为敌人 当然会非常棘手 但依下最为清楚 还好他们还有着太宰这个杀手锏 他可是亲眼见过对方 是怎样使用能力把转移者送回 他简直就像异世界这边的人行大卡车 一听依下如此说 众人都对这份力量十分吃惊 教皇更是亲自出山问话 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更详细的情报 太宰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希望之光 魔王城那边 没想到太宰每天心心念念的那个女人 居然跳飘到了敌方 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我们还不知晓 期待后续可别忘了点赞 同样毫无所觉的太宰 今天仍是在被两个女孩拉关前行 小玉更是因为这种扭曲的锻炼 而活活升了一击 他莫不是还得感谢一下太宰 眼看天色已晚 本来安妮特还在寻找渔馆 这是一个小孩哥 看似很有善地为他指明了方向 顺便开始推销自己的冒险者服务 他声称只需要多给他打点钱 就可以给他们介绍转移者保镖 小玉一回想起那帮人渣 只觉得这个条件一点也不吸引人 他应该还不知道转移者暴动一事 小玉刚想开口拒绝 可嫁不住安妮特这个小富婆人傻钱多 只要能保护太宰的安全 他无论花多少都是义不容辞 小孩哥继续开眼 他抚摸着大棺材感叹 他们死去的同伴也一定希望 活着的各位能继续安全的冒险 可谁能想到这里头的是活人呢 活得好好的他很抱歉 给男孩吓得惊叫连连 尸体怎么在说话 太宰很是不满 他只是一直想死又不是已死 小玉无奈地介绍 这位其实就是个如假包换的转移者 可小孩哥哪能相信 传说中的勇者怎么可能是这种丝马脸 总之他自信满满地要收钱办事 只让几人去旅馆等他消息 虽然小玉觉得这是乱花钱 可要真能来个人帮他抬关 那他肯定也不介意 虽然安妮特是早就做了决定 就算来了新人 拉关这活他也一定要干一辈子 然而直到入夜 那孩子也没再回来 二女难免有些焦躁 但太宰却在此时终于道出真相 那小孩哥肯定不会来 毕竟他有着成年人一般会说谎的眼睛 宾馆老板娘一听 难道他们是遇上了 村里著名的小骗子你呀 他的惯用伎俩 就是以介绍冒险者的名义骗钱 这时的安妮特才惊绝 他被诈骗走了巨款 唯有疯狂顺气才能勉强保持理智 太宰很好奇小孩哥的经历 听老板娘一说 果然他就是那种 没爹疼没娘爱的小孤儿 只能这样靠着诈骗游客为生 虽然他做的这些事实在过分 但归根究底也是无人管教的原因 可恨之人也会有可怜之处 想必他口中那些真正的勇者一定不存在 否则又怎会从未给他带来拯救 然而此时的尼亚还不知道 灾祸和救赎都会在今晚来临 在天天借别人的名义诈骗之时 他就应该想过 这非常容易惨遭黑吃黑 真正的转移者人渣三人组驾到 他们把尼亚绑架并顺走了所有的钱 男孩本来还想垂死挣扎 用口中虚假的异世界朋友威慑 可这次他算是踢上铁板了 毕竟眼前的这帮人就是转移者本尊 小孩哥不肯置信 异世界人的勇者形象 从此就在他眼中他房 但男人们只是得意的小 超能力给他们带来的 就只有欺压他人的权利 连龙皮都能刺穿的超级武器 他们却也只会用来打劫 关键这帮人居然还自诩正义为民除害 没想到他们竟然真的有心思 要对一个小孩子吓死手 太宰幽魂一般在男人身后出现 旁边的小胖同伴 看来这又是一帮勇者诗格之人 就因为世上像他们这样说谎的大人太多 才会有孩子们跟着不学好 另一个小喽啰 连忙用起自己的能力分析之眼 这一扫描可不得了 他惊恐地发现 对方竟然也是一个异世界人 如果同为转移者 那他们可再也笑不出来 而小孩哥也大为震惊 成天坑蒙拐骗还真遇上真祸了 但等太宰再一颗药 男人才发现 他的生命值只有一而且还在中毒 似乎也不足为据 弩剑男又默默放下心来重新嚣张 可他怎么会知道 太宰的能力就是美到冰死状态 生命值就会因兴奋度增长而大幅提高 也就是说离死越近他越开心 却也反而越不会死 一个多么悲哀的设定 奇猛啊 居然能看见大文豪比心 成真邀请家人们射穿他的心脏 可以看他玩得这么变态 反而是把对面几人当场吓跑 太宰对此深表遗憾 虽然身后的小孩哥 还以为这都是他的计谋 俨然把他当成了救世的勇者 太宰直言他没这么伟大 大人的本质 其实就是被欺骗的青年人 只是尼亚现在还完全不到时候 这样纯真的眼神 才是他这种小孩子应该有的 尼亚觉得深受感动 可太宰居然下一秒转身就走 甚至没有帮他解开绳子的意思 很明显昨晚的救场也要多亏美勒斯 隔天这一大一小困得连连点头 二女倒是完全不知昨晚发生何事 睡得精神满满 安妮特不禁怀疑太宰是不是出去偷心 但他只是一脸暧昧地回答 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安妮特简直快被粗微淹没 还好有小玉在一旁安抚 可他们实在没料想到 这小孩哥居然还敢主动找上门来 小玉连忙让他快还钱 但看尼亚这样 安妮特反而变成了更冷静的那个 尼亚丝毫不慌 他不是早说过 会找一个战士加入他们的团队 怎么能说他骗钱呢 人这不是已经带来了吗 见习战士小孩哥自此便加入了队伍 本来他还以为 这下终于能跟随一个真正的勇者 可这位老师不但要让女孩子拉官 还总是满嘴想死 他大惊小怪地寻求前辈们的帮助 可这俩人早就见怪不怪 小玉只在乎 尼亚能不能和他换着拉车 作为实习生还不赶紧来被压榨压榨 经过这么久的长途跋涉 几人终于接近了最初定下的目的地 也就是小玉的故乡 终于来到熟悉的城门 小玉兴奋地表示 只要她刷脸 大家肯定就能一起通过门卫检查 她在附近其实还挺有名的 谁能想到我们的团妻猫猫小玉 其真身竟然是异国的公主 一想到之前还让她拉棺材 好像被扔到牢里也并不算冤 但目前的几人还完全不知缘由 只以为是小玉在这边犯了什么事 他们才会受牵连被抓 安妮特不愿相信她会干出这种事 可其他的两个队友没一个靠谱 一个正在充分怀疑 而另一个只顾着询问死刑爽不爽 小孩哥沉默了 看来还是得靠自己的本事逃跑 他嘴上说是个间隙战士 但既能赫然便是个小窃贼 他本来还以为能受到夸赞 可太宰的脸色却瞬间沉了下来 凭什么不让他试试被处刑 这个团队真的没事吧 不过锁他虽然能开 但外面的守卫却完全解决不了 几人的越狱光速失败 太宰也又一次唤起了被处刑的希望 三人被五花大绑着丢到了国王面前 大臣无情地宣布 他们将被处刑 除了太宰的两人都没想到居然玩真的 而几人的罪名竟然是绑架公主 安妮特刚想辩解 就发现熟悉的女孩盛装前来 小玉的真身原来是公主马蒂尔达 两人被吓得够呛 那他们两个之前岂不是 一个让公主拉车一个欺骗公主 虽然小玉满心都是向父皇证明 几人并没有诱拐她 根本就是她自愿同行 可安妮特却率先怂了 开始用别角的金语称呼她 小玉觉得很受不了 再次向自家父皇求情 但男人始终没有松口 除非小玉就此当一个温训的公主 不许再像从前那样任性妄为 她应该学学她温柔的母亲 小玉闻言露出了难过的神情 如果是为了保护同伴 那她甘愿做出一些牺牲 只是很可惜的事 看来她与几人的旅程只能到此为止 既如此国王也没有继续为难 几人成功被释放 尼亚对此毫无心理负担 开始享受自由大吃大喝 安妮特提醒她别太过暴饮暴食 至于另一边 对着安眠要暴饮暴食的太宰 则更是重量级 话题终究还是回到小玉身上 平时真的看不出她是个公主 而安妮特一想到这个还觉得有点后怕 之前她对公主那装装件件的不敬 可真是罪该万死 听到他们提起马蒂尔达的名字 酒馆小妹惊讶地走了过来 原来她曾经是公主的侍女 几人解释了与公主本事旅行的同伴 可现在她却已经被国王重新看管起来 小妹听到这个有些沮丧 但看起来也并没有特别意外 一旁沉默的太宰突然搭话 她有个点单需要小妹处理 目前小玉的故事给了她不少灵感 她希望小妹能多给她提供一些详细的素材 就比如说公主过去的经历 一开始她们还是在触手怪难里相遇 而现在却又发现了 她这被禁锢的公主身份 太宰越发觉得 小玉是个很有趣很有魅力的女人 安妮特有些担忧 发觉堂堂公主的过去是不是不太好 可太宰却不希望 她们之间的感情会被身份所累 小玉无论是什么人 却也还是她们的小玉 小侍女似乎被此言触碰了心灵 当即决定讲述公主的过去 此时的小玉就好像前几集的夏洛特 正孤身一人望着外头的明月 一想到安妮特知道她身份时的表情 她还是很想笑 而太宰果然还是那副早有预料的模样 她其实好想回去 和这群快乐的伙伴们在相见 但她突然察觉 对面的房顶上似乎有人 她下一秒还召唤出了一张血盆大口 一下就把塔间吞噬殆尽 小玉当场看傻 而国王也很快发现了一样率军赶来 新的转移者敌人已经出现 这家伙比之前的催眠黄毛还夸张 脸上横看树看写的都是痴人 这家伙本来也曾自诩为救世主 但他也承认 现在的自己更像所谓的暴食堕天使 看来他就是击败魔王的七位转移者之一 他来这个国家 就是为了将其全部吞噬 身后的大嘴也就是他的能力 听着他的挑衅之语 士兵们愤怒了 可是单凭他们的肉身 怎可能敌过转移者的逆天能力 只是转眼间 几个士兵就成了男人的口中餐 而他竟然还一脸嫌弃 他这个味觉细腻的美食家 不能忍受吃下这么难吃的人 他现在最想尝尝的 只有年轻的亚人女性 国王对他的话语忍无可忍 决定上前单独对敌 让这人尝尝自己的兽神之拳 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 锐利的尖牙 与亚人王钢铁般的身躯碰撞在一起 鲨鱼鸭看似痛苦 但是我慌了我装的 再一击就把兽人王击退 看来这家伙还真是个前所未有的强敌 这要是前阵子 说不定他也顶不住 但最近他心吞噬了不少师傀儡 正好增强了防御力 国王最终决定不再留守 他不会放过杀他子民之人 本来他们都打算下机定胜负 这时小玉却突然出手叫停 他的出场可不算是个好时机 毕竟对方最爱吃的就是这口 小玉一看就明白了 正是这人站在房顶上召唤出了深渊巨口 但他也不会退缩 撕了礼服就打算和父亲并肩作战 可父皇却再次拒绝了他 并直言他永远替代不了他皇兄 此时的酒馆小妹也正在娓娓道来 公主以前还有个双胞胎哥哥雷欧 他同时也是本国的王储 雷欧王子应用马蒂尔达公主温柔 他们本该是最互补幸福的一家 可是在某个语言 这一切都被毁了 王妃和王子都在山路上丧生 国王从此深受打击 而公主也从那时开始决心改变 要求侍女剪掉自己的长发 她想要代替哥哥 从而减轻父皇的伤痛 她这想法本身是好的 但却并没得到父皇的理解 父女两人的隔阂 直到现在还没被解开 被父亲命令退下 小玉反而更加叛逆地向前冲 但结果就是被敌人的巨口 打了个阵子 最后还是要父亲舍身救她 她最强的拳头就此被对方吞噬 而这男人还要挑衅赌刀 故意从嘴边露出了那几截手指 小玉再也无法忍耐 还好临时有人将她就走 没让她继续扬入虎口 男人很可惜没能现在就吃到主菜 不过她也并不介意 让餐前小时再多来几口 这边的太宰终于把故事记录完毕 没想到小玉这个女主角 下一秒就再次出现在了眼前 原来刚才出手救人的是大臣 她现在只想把公主送来安全的地方 这时几人才知道城堡那边发生了什么 一声爆炸响起 引起了民众的惊呼 从那其中现身的 正是被束缚住的国王 还有身穿宽松睡衣的百元 她彬彬有礼地开始自我介绍 没错她就是新任国王 她嘴上说着并不会实施暴政 可她作为国王的唯一政策 便是要给她上贡新鲜口粮 还必须是肉质鲜美的妇女儿童 至于男性就是她吃都懒得吃的苦力 瞧她这荒谬的愿望 有谁能乖乖答应 可如果有人敢反抗 瞬间便会被巨口吞下拒绝 百元再次一脸地善解人意 如果有人不想与家人分离 那她也不介意男女老少一起送走 大家一起在她肚子里阴间相聚 这恐怖的话令民众吓得掉头就想跑 可百元早就在四处都不下了巨人守卫 他们想跑也跑不掉 所有人都在惊慌 可太宰还在写书 她望着小玉发出感慨 刚刚被父亲禁锢的女孩 现在又沦为了王国公主 她真是越来越像悲剧小说里的女主角 但太宰真正认可的女主角 即使面对如此悲剧也不会放弃 她期盼着小玉能快些睁开眼睛 继续谱写接下来的故事 睡梦中的小玉回想起过去 温柔的母亲曾在她上起长发时 轻声对她说过些什么 等她再次醒来 就发现自己正身处小侍女的家中 可窗外的惨烈景象 不允许她继续迷茫 但大臣把她救出来 可不是为了让她再忙上去的 然而小玉实在无法忍受 她知道父亲是被她拖累才会输掉 现在她必须肩负起公主的责任 代替父亲和兄长保护这个国家 这时安妮特也出言拦下了她 现在几人都知道了 皇室曾经发生的悲剧 过去安妮特也知道这个事件 但那时她并不清楚 死去的竟是小玉的家人 听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对这件事感到悲痛 这足以说明本国的王室成员 在民众中受到的敬重 如果现在小玉再出事 人民这才会陷入真正的绝望 她现在作为公主应该保全自己 将战斗仪式交给他们 别忘了他们可还有老是这个 对付转移者的秘密武器 太宰并没揭察 只是招呼了除小玉外的同伴一起去战斗 小玉留在了原地 但表情很明显还是难以接受 几人缓缓走向了守城的食人魔 安妮特本来都做好了硬碰硬的打算 可谁知太宰开口就是要投敌 他们是送上门来当口粮的 没想到还会有这种被吃的死法 这让她非常的激动 一听这变态的发言 无论伙伴还是敌人全都傻在原地 太宰希望守卫们能帮她报告 有人主动送上门想被吃 虽然她不是亚人还是男人 但她相信自己还是挺香的 魔物们猛逼得窃窃私语 但最后还是遵照太宰的想法 再次把三人下语 这景象实在太有及时感 但这次的太宰可不愿乖乖送死 该尼亚出手了 不过就知道小玉这急性子 不可能在原地等待 她竟然比太宰几人来得还快 男人最想吃的亚人公主 终究还是乖乖送上门来 那么话说回来 为什么比小玉先动身的太宰一行人 却比她来得还要晚 那当然是因为她自有打算 虽然她越狱很快 但却跑到王后的房间绕了一段路 没能真正被吃 其实她还有些遗憾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 在队伍里小盗贼的帮助之下 她终于补全了所需的那块最后拼图 而此时小玉这边 其实从之前的传闻中也能察觉到 所谓雷欧王子英勇马蒂尔达公主温柔 其实正好与她和哥哥本来的性子背道而驰 比起不得不肩负起继承人责任 心地善良却只能选择练武的哥哥 他才是那个被公主的身份束缚 更想学武的假小子 只可惜在一切悲剧发生之前 他的父王还是更想按着 传统的男女教育给他们安排 被迫穿着礼服裙强装优雅的小女 只能被赶回房间和母亲抱怨 她这个性子身为公主是真倒霉 但母亲只是柔柔地执起她的长发 轻声说了句什么 时间回到现在 兽王非常清楚 小玉现在回来就是羊入虎口 可她又怎能眼睁睁看着 自己最后的亲人受尽欺辱 可惜上次还有父亲帮她挡着 这次她就更加没有实力 刚一上来就被人垫了腰子 狠狠到飞了出去 这分明就是她父亲的绝技 可现在却被这人使了出来 直到这世百元才开始介绍 原来她所谓的暴食能力 还能将吞掉之人的力量化为己有 在打败兽王之后 她更是得到了史诗级加强 更何况能亲手用父亲的技能 在她面前杀了她最亲爱的女儿 这戏码实在让百元感到兴奋不已 尽管小玉想要抵抗 但属于父亲的一系列强力招数 却实在让她难以招架 不仅如此 百元还要不断言语攻击 贬低着她武艺太差 亦是仿佛被拖进了走马端 小玉又梦回了曾经的哥哥 兄妹两个其实彼此最清楚 两人都在坚持与本性相违背之时 但哥哥不后悔为职责而活 她很希望能早日为父亲分忧 成长为足以保护母亲妹妹 甚至整个国家的继承员 在这样的激励之下 小玉重新站起 尽管明知没有胜算 但小玉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现在是哥哥站在着 她也绝不会选择放弃 而她这样坚强地一直在百元看来 却只是更让她兴奋地佐料 她最爱的就是这样生机勃勃的食材 果然前世的那些无聊日子 都是为了现在的铺垫 其实这家伙的前世 拿得完全就是富二代龙奥天剧本 足以让所有普通人嫉妒 可这位富家公子哥成天就只是无聊 毕竟所有东西都能让她挥手即来 一天天穷的就只剩下钱 这导致她的人生 实在是没剩什么期盼和刺激 就在某天再次面对满桌佳肴时 她在胸中生出了隐秘的渴望 她想获得更多刺激 获得活着的实感 那就是她第一次想在现代社会吃人 可还不等她真正的对女仆下毒手 就被周围人拦住 没能得手后她始终非常遗憾 为什么她非要被困在 这帮人道德伦理的框架里 她根本不是什么人们所言的幸运 在她眼里哪怕街上随便一个流浪汉 都比她过得更自由 于是就在她无病呻吟地想着 这样的自己实在悲惨过后 就被那完全不挑人品的大卡车送走 自从来这边之后 她自然是越发无法无天 想吃什么就敢吃什么 已经在没有任何人能束缚住她 这样自由活着的她 才是人而不是家畜 眼看着深渊巨口向小玉袭来 姗姗来迟的太哉 总算是挡在了女孩身前 这人是不是对做人有什么误解 这种人生可真是个无聊到她不想记录的故事 百元文言当然是开始挂脸 其实她平常也并不算挑食 把看不爽的人一口嚼了也是挺好的 可她的巨口竟然头一回这么不想下嘴 就好像某种生理本能 别说她直觉还真挺敏锐 一口咬下去战斗绝对就结束 但幸好太哉还有后招 安妮特义正言辞 老师快把这家伙愉快送走 现在正是动用她送人回家的能力之时 可没想到却被太哉果断拒绝 她完全不想下笔写着糟乱的故事 这种吹嘘自己不幸的无聊之人实在不值得写 她这样轻描淡写的蔑视 反而让百元更想愤怒暴走 周围人全都遭了压 整个城堡都被她炸成了一片废墟 在享受公主之前 她绝对要把这帮碍眼的人先杀了 尼亚当场就晕了过去 望着面前的一片惨状 小玉更加绝望 都是她拖了父皇的后腿 都是她把大家卷进了这种事态 都是她非要想取代哥哥自作多情 这种想法让她陷入了内耗的漩涡 还好此时仍有太哉支撑在她的背后 她从绣袍中掏出了一本书 这是她写下的小玉的故事 她希望能由小玉亲手翻开新一页 安妮特实在没想到 太宰竟然也能对小玉发动能力 但这次的效果会是什么样呢 正好百元这回已经将矛头又对准她 这给了太宰更多的时间与小玉谈心 她越了解小玉的过去便越觉得 她是个善良的笨拙女孩 一直都是为了他人的期望 压抑着自我感受生活 只有过世的母亲曾在那记忆的残片中 重视过她被人忽视的真正自我 她的人生本该只属于她一人 哪怕是父亲的期待 她也不必全盘遵从 母亲永远都是支持她的温柔后盾 为人父母 其实最想看到的是孩子的快乐 此刻就正是马蒂尔达公主 能够选择的人生路口 究竟是追随父亲成为理想的公主 还是追随哥哥成为理想的王子 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明白 这两条都不是属于她的道路 太宰笑了出来 她的真实自我其实是小玉 是那个一路上没有身份束缚 真正自由自在的女孩 她接下来的故事 更应该由真正的她来亲自书写 于是兽王就眼睁睁看着 不在迷茫的女儿身上 竟然爆发出了兽神文章 这份才能歧视在她幼时 就已出路端倪 只是当时的小玉知道 她并不被人期待走上这条道路 从此便埋没了自己的光芒 兽王世道如今才决追回莫及 她对女儿自以为是的保护 却是让她埋没了天赋和性情 百元也注意到了小玉的觉醒 她很想再次证明 自己捕食者的地位 但太宰竟然已经好整一霞地抽起了烟 人确实是会陷入绝望的生物 可当他们重新找回那一线的希望 也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百元只觉得 她念叨着什么友情啊 羁绊啊就冲了上来 而找回自我的小玉 果然与以前再不相同 竟然真的只需数招 就把百元打败料到 眼看着他脱力倒下 兽王赶紧上来接住了他 安妮特也赶紧给他疗伤 眼看兽王还有点担心 太宰居然还对他有个售后 兽王定睛一看 自家老婆的日记本怎么在太宰手里 虽然他不赞同偷看日记的行为 但他非常感谢太宰 引导他女儿走向了正路 太宰并不想邀功默默离开 而大臣终于找到机会凑上前来 刚才小玉使出的王牙 是兽王国的终极记忆 他果然是早就有着继承人的资质 不过刚当的大招 其实还并不算完全踢 说着百元的深渊巨口 居然再度复苏 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为何他会复活 但想想他其实悄悄吃了魔王的肉 或许他就是因此才会异化成这样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荒谬至极 可百元却非常满意 这样他才是世界最顶尖的劣势者 但提起魔王 他最大的仇人闻着味就来了 还不等他再次装逼 魔王的女儿便飞来将他一刀砍头 尽管他都已经分头行动 竟然还不要命的出言挑衅 表示他父亲真好吃 真不知道挑战妇女情义 对他来说是什么特殊兴趣 最后肯定是自作孽不可活的 被愤怒的女孩轰成了渣 虽然他解决了百元 可周围人仍然没有放下警惕 只有太宰殷切地凑了上来 自从上次被捅 他可是思念女孩很久了 不知道这次亲自首任仇人之一 有没有让他感觉好一点 女孩又一次被他莫名友善的态度 搞得一脸猛逼 赶紧骑龙飞走 众人纷纷感慨 果然老实的变态还是很有用的 但太宰其实只是觉得 他也不过是个迷路的可怜人 毕竟单单复仇并不会削减人的悲伤 有朝一日 他一定会写下女孩的故事 受亡国的事故总算告一段落 不过小玉经过此事 自己选择了留在国家辅佐国王 同伴们虽然感到可惜 但也都会支持他的想法 本来他都做好了准备留在房间 静静凝视着窗外 可却被父皇打断了气氛 这房间可是给淑女准备的 小玉看看自己他配吗 女孩被他说得一愣一愣 但老父亲明显就是在傲娇给他台阶下 他可还没老到 要让幼稚的公主扶持保护 不过他还是希望小玉能答应 充分旅行之后记得回家 果然他还是希望 未来能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强大武术家 他也一定会回来的 大臣真是对这个傲娇老父亲没办法 哪有人这么和女儿送别的 寿王还在嘴硬 但嘴角却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 此时的太宰竟然从棺材中钻了出来 并感叹尼亚拉棺材的水平真是不行 不过很幸运的是 小苦力再次送上了门来 他们主角小队 果然是谁也拆不散的